慈濟人醫會這次疫診 是菲律賓的第236場 中學教室當臨時診間 毒魯外醫療資源缺乏 民眾把握機會看診 我覺得她有四股腿下腿 很痠狀、紅色 也感到疼痛 所以疼痛也有五天 所以我認為這是在開始的肌膜 可能是因為居住的肌膜 在三股腿下腿下腿 我帶來這裡 因為我喜歡做肌膜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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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每天都賣30塊錢 然後我沒有錢 毒魯外貧困家庭的孩子 小病突成大病 輕心普遍 七歲的凱絲雙腿虛弱 醫師建議要再到醫院 仔細檢查骨骼之外 還要補充營養 在這裏病毒中的肌膜 在這裏病毒中的肌膜 很快 在這裏病毒中的肌膜 至少是肌膜 甚至是肌膜 因為當時發生之後 他們沒有提及醫生的注意力 所以病毒會有很多 在這行動作 到最重要的事 才會影響自己的生活 此際志工跟著諾瑪回家 進一步了解凱斯的生活 當地居家環境糟亂 造成健康大事影響 異準 房市 雙管齊下 加強味剿 戴新闻乔纳斯罗约翰弗利宾报道